我愿意嫁给你 周天 偷偷筹备婚礼的事情 是我考虑的不周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你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行动 所以即使没有你妈妈的电话 我也想告诉你 嫁给我号码周天 我也不是不愿意 只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从认识到现在 才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 你是觉得时间太短了对吗 可是我们每天上下班朝夕相处 咱们的一个月相当于别人的一年 所以 这样算下来我们已经相处了好几年了 还能这么算 那 公司 你是担心公司项目太多 工作压力太大是吗 你可以放心 我可以帮你分担 而且我可以给乔一招新的执行经纪 来解放你 那 我爸妈 我爸妈 你是担心你爸妈不同意 或者质疑我的健康对吗 没事 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收到 他们那汽车批你的签收回职了 他们没有想退回批你 收回女儿的意思 还有同事 你是担心同事们 互相议论 风言风语是吗 放心 我可以给你成立 内部的工作室 分清 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关系 如果有人 真的多嘴了 我会让他 安心地去 当快递员 可是 你别可是了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 二十四集的电视剧 我已经追你二十三集了 所以有什么问题 都是可以包容的 周天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的答案了吗 好 什么 就你刚才问我的那件事情 我说好 你真的答应了 你没有但是了吧 没有 我愿意嫁给你 你说什么 这儿人有点多 我没听见 我说 我愿意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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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住我的时候 正大雨滂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 悄悄降落 它在你眼中停泊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 整个黑暗银行 你 你就